说实话 《星海灿烂》中的林布宜应该叫霍无商 她在整个故事中展现出来的人设并不完美 虽然她艺术临风能力出众 但是她为人有些自私霸道 特别是对陈绍商 林布宜对绍商做了两件非常自私的事 但却让人恨不起来 林布宜其实不是霍君华和林侯的儿子 他的真实身份是霍家遗孤 当年林侯杀了霍家全家 只有霍君华和林布宜 也就是霍无商活了下来 照理说 林侯灭霍家全族是要斩草除根的 林布宜之所以活了下来 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成了霍家孩子给杀了 霍君华为了保住霍家遗孤 也就是自己的侄子 于是谎称这个孩子是他和林侯的儿子 林布宜 而且他装疯不与林侯见面 不让货物商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才把这个秘密隐瞒下来 林布宜早就知道了自己身负血海深仇 不得以认贼做父 他知道将来他会为复仇而付出很大的债价 所以他一开始追求上伤 明明颇有好感 却不敢放开手追求 那么为什么说林布宜有些自私呢 因为他对邵商做了两件自私的事 很是霸道 也深深地伤害了邵商 第一件事 是他明知道自己身上有血海深仇 还是没忍住向邵商提亲 然后在新婚前夜又抛弃了他 邵商被迫与楼窑退婚后 已经很难过了 唯一对自己关怀被制的人没了 那种失落可想而知 可林布宜向他提亲时 他又被自己母亲当众贬低 萧云一完全不由余地地把他贬得一文不值 似乎他就是拳底下最不值得被人爱 最不值得获得幸福的人 在这样的失落下 林布宜说可以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女子 非他不娶 他动心了 答应了他的提亲 像林布宜这样的男子 很难有女子不为他动心吧 超商也不例外 慢慢地爱上了他 可是当他把一颗心交给林布宜时 林布宜却为了复仇而放弃了他 或许薛海深仇不恭待天 爱情比不上复仇的热血 既然如此 何必要当初向少商提亲呢 我们能明白 林布宜选择在婚前报仇 是不想连累少商 他打算复仇后就复死的 就算这样 他对少商还是自私的 第二件自私的事 林布宜被留放后 少商就与他退婚 离开了他 然后和袁慎订婚了 可林布宜又回来搞破坏 把少商抢了回来 林布宜对少商的感情绝对是真的 但不管怎么说 他是抛弃过他一次的 深深地伤害过他 现在他有了未婚夫 他又出来抢人 这样置袁慎于何地 对少商来说也是一种挣扎 林布宜也是自私的 可不管林布宜多么霸道 他就是让人恨不起来 因为他的自私来源于真爱 对少商来说 这么炙热的爱 原胜于龙瑶和原胜 他亦无法抗拒 再说林布宜 他当初求取少商时 是念在报仇事件事上 做到全身而退的 不论后代事态变了 他不得不与之同归于尽 家丑不报 何以安心成婚 这也可以理解 至于后来 既有抢回少商 使他忘不了少商 也无法接受他投入别人的怀抱 而上商心里也并没有忘记他 否则的话 他再怎么抢也抢不回来 对吗